但韩人那事还没回答我 他说他初恋就是他媳妇 我怎么还不相信呢 是 没错 是是是 真的呀 我到后来觉得是因祸得福 真是因祸得福 你琢磨琢磨 如果老何以前要 你说找哪个合适 哪个我都觉得不 哪个都没我们范宇 都下不来 他和范宇的的确确 对于老何来讲真是初恋 老何那时候没多少钱 就是跟范宇光打电话 就花了多少钱 基本都花了吧 那时候在上海人一样 工资五六块钱 五十六吧 就打电话 我觉得老何找范宇 这辈子真对了 因为老何属于一个吧 就说老何有缺点 缺少魄力 老何有缺点 缺少魄力 就是不像张山那个 张山说打人 打人追人买操场 不像我 我有时候就特别容易 急 就是一下就热血沸腾 老何是很平稳的 但是老何一定得找一个 热情洋溢的人 而且是心而好的人 范宇是这种人 而且能力很强 范宇是这种人 家里弄好得很 是吧 所以把这人吧 就是福气在这儿了 就因祸得福 所以老何 我可以认真地跟大伙说 没有什么乱七八糟了 这老书就对你的这个肯定啊 我们老说 这个戏品是人品 为什么老何一出面 就是给人一种正能量的 他是 对 他是吧 而且呢 他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演员是带相 就是你再做人物 是 我突然觉得呀 把你从厦门 好回来 太对了 要不然的话 你说这一段重要的话 谁来讲呢 谁来总结 谁来总结呢 还有一个老何 这个是一个 做事 就是你交给老何一件事 你会很踏实 实实求是讲 就是说 比如说有一件事 告诉老何了 老何会搁在心里 那你要告诉张三呢 张三呢 是有时候呢 张三热情没问题啊 也是会搁在心里边 但是张三有时候呢 就说 完成任务不是十言十美 这我都特别实实求是 但是你交给张三一件事 张三也玩命 没问题 但是他就没有老何 交给他一事 办事过程当中 结果呢 比较完美 张三也说这点 那个老何一般是 老何一般的粮票 什么都管得好 你肯定不行 是是 也管得行 交给你 估计半个月就多花吧 没没没 他也行 张三这个人啊 他 别看这样 他心眼很细的一个人 是吧 他的心眼非常细 很细致的一个人 这个就是要有事 交给王导 估计够呛了吧 王导吧 也靠谱 说实在的 他年轻的时候吧 唱戏的时候 那时候可能不太靠谱 但是 我觉得近十年 实时求是讲啊 就王导自从 跟王方搭帮了以后 进步不小 太小了 中间的准确了 自律 你们看看王导 十年前的什么体型 天天烈 那体型没法看 算好叫废了 但这几年看着王导啊 你看看 小伙身材 就这人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人就不得了 郭北大哥以来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声笑语啊 今天那个张杉的闺女也来了 咱们一块合个影吧 来了 对啊 把闺女吊着 来来来来 咱合个影 三 二 一 这个你觉着你爸爸的这几个朋友 你熟悉吗都 熟悉 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是吧 这几个叔叔哪一个脾气最好 都比我爸好 这几个叔叔哪一个最爱媳妇 爱媳妇 都爱媳妇 我爸也爱媳妇 那你们家谁是那个说了算呢 我爸说了算 特别高兴啊 这个我们今天呢 能够有这样的一期同学聚会啊 也特别期待呢 你们同学 什么时候咱们来个在我们这儿做一个大聚会吧 你们多少年把你们同学 对对对 我们来张罗 特别不好 把这个大家都请来啊 再次呢感谢我们各位老师的光临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